閃電公司外頭 只見一名長髮女走靠近 二話不說就搬起地上的冷氣 但是機器有點重 她一個人根本搬不動 同伴就在後頭 兩名男子跟上來 最後在三人合力之下 把冷氣搬走 但你以為他們是員工嗎 其實他們是小偷 早在兩天前 附近其他冷氣店也遭怯 嫌犯把偷來的東西 放進後車廂 行為相當大膽 偷東西守法守戀 就連其他鄰居都以為是員工 警方調查由於天氣轉冷 許多店家都會趁機把冷氣送修 結果這些冷氣店 就把機器先綻放在店外 又等待清洗 沒想到成為小偷目標 上個月22號 他們先在中央路三段犯案 隔了兩天跑到永安街再度得手 被害店家也在同一天報案 員警巡線車牌逮人 結果發現這群嫌犯 再度回到土城中央路準備犯案 等他們得手第三台冷氣機 當街圍捕 蹲下車 拿下來 來蹲下來 蹲下來 剛偷完東西就被員警團團包圍 這對情侶黨也是相當錯愕 我就好好跟你講東西的 問他們髒物在哪 眼看沒有逃亡機會 只好全盤拖出 最後查扣到了冷氣機之外 還找到了FM2 安非他命 K他命等毒品 逮到原陽大盜 第三名嫌犯還要通知盜案 他們表示冷氣機 拿去回收廠變賣 總共才拿到一千多塊 因缺缺錢買毒 才會下手殊不知監視器都拍的 疫情二處